你现在听的是圆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轮转天来 风湿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 我刚刚买了一个最新科技的太空小灵精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了 哇 这么好啊 那就买多个风湿骨带给儿婆啦 太空小灵精 可以在陆创意健康店买到 电话288248400 网址是3w.healthshop.com.hk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 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学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你好 Hello Della 你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些什么题目呢 最近也有听众发问一下 关于香港脚的问题 我相信香港人都不会不认识香港脚 很有趣 医学上的毛病竟然以香港作为一个名字 很明显香港人应该有很多问题 其实香港脚在医学上 应该叫做触线 英文叫做Tenier Pedus 是一种猫菌的感染 触步的猫菌的感染 相信有些人都见过 或者可能自己经历过 通常这个问题呢 通常在脚趾纳之间 通常第三第四只的脚趾之间 还有呢 有时候呢 就会在我们的脚甲 那个位置或者脚甲下面的 当然呢 它除了 都可以其他地方都可能出现的 就是可能脚板底啊 都会有出现的 那么通常呢 你发现呢 这脚趾之间的皮呢 就变得红了啦 有些裂啦 还有呢 开始有些慢慢脱皮的 那也都有时候呢 在脚板底呢 都见到呢 有些水泡这样的情况 那所以呢 不一定是脚趾之间的 那幻部呢 幻处通常呢 会感觉到很热啦 还有很痕的 那通常那些人呢 会觉得呢 那些皮呢 如果你走去 去炆一下它呢 是可以撕掉的 或者有一些濕濕 有一些这样的液体 是很痕很痕 那你硬一下呢 那些皮就硬一下了 那些人通常呢 就会撕掉那些皮的 那当然啦 有些皮呢 撕得不好呢 就就是撕损了都会有的 是 那通常 那什么的环境呢 会容易脂身这个香港脚呢 通常都是一个 濕濕纳纳的 就是潮湿的环境 那所以很多时候呢 那他们说呢 在公众那些环境 Disney schon 那些 那些 衣服间和很多酒店的浴室里面 或者是那些运动场所 很多时候这些地方都会带着浴室的浴室 通常那些人就去一身汗运动了之后 就去浴室那里冲个凉 当然身体也是湿湿下的 带着浴的身体就在到处走 通常那些环境多数都是湿湿粒粒的 所以很多时候那些人说 在这些环境很容易感染香港脚 但是为什么有些人会感染呢? 有些人其实都未必会感染 很有趣的 病在我们的自然医疗和同学疗法 很强调你有没有一种倾向性 有些人对某种病有倾向性 他就会容易感染 但如果有些人是完全没有倾向性的 其实是不会感染得到的 当然了 个人卫生 通常他都尽量保持那个 脚要干燥、干爽 就是不要湿湿粒粒 穿着对脉也会湿湿粒粒 还有如果你的脚汗多的人 就尽量多些换换对脉 让脚至少保持一个干爽的环境 很多时候人的香港脚差不多是很长期的 变成一个慢性病 假来假去都好像都不能脱掉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都会考虑 会不会在背后有一种 叫做系统性的念珠菌这个问题 变成当时的处理 就不只是局部处理皮肤上的触使 其实还要医整个人 一般情况 很多人遇到香港脚都会查些东西 查些油 或者发花油也好 或者茶树也好 很多人都了解 但有时候 如果这个问题是持续的话 你很可能就要寻找一个医疗 最好是用自然的医疗方法 刚才袁先生都提过 一般香港脚或者竹蝉 脚蝉 他们的病症 都是在脚趾之间出现了一些红肿 很生气 有灼耳的感觉 痕 甚至乎是有脱皮的情况出现 严重的时候 有些黄黄啡啡的液体 渗透出来 如果在临床上 袁先生 你会用什么方法 帮病人去处理 还有呢 我曾经所说 这个症状 其实有时有什么问题 什么病 会仍然倾向香港脚 我曾经所说 念珠菌 念珠菌的增生 是一个可能背后的系统性的问题 什么会容易导致念珠菌的增生呢? 很多时候 人们就用避孕药 或者用抗生素 或者用茶类固醇 这些就会令到我们身体的痕菌 越来越削弱了 制造一个好的环境 痕菌走了 坏的毛菌就可以盘据这个地方 所以很多时候 背后的原因 都是跟我们的过去 可能长期用那些 类固醇 或者抗生素 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当然 我们的消化 我经常都很强调的 我们身体的排斥和消化 是决定我们的身体健康的 如果这方面是差 消化力差 磐射能力差 这个病都会容易出现 还有一个就是免疫能力降低了 譬如有些糖尿病的人 是特别容易出现这些香港脚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饮食 如果糖分高的饮食 当然糖是会令到我们的白血球 懒惰、缓慢的 即是高糖的食物 是对我们身体的很大的创伤 这个会减低我们的免疫能力 最后就是我们一般都强调 即是个人维生 这些就是基本的原因 导致香港脚的 好 刚才袁医生提过 我们的消化 我们的饮食 都很形成了 如果不好的饮食 都会形成了 这些毛菌的滋生 在饮食方面 医生有什么建议呢? 其实什么病呢 都是有两个原因 就是那个 营养不良 以及毒素内聚 我们现在的饮食方法 新的饮食方法 跟我们以前所提倡的 所谓的食物三金字塔 是很不同的 健康的、正确的食物 金字塔 最重要是底层 就是什么呢? 主要是蔬菜 蔬菜尽量是吃些生的 有机会吃多些沙律 而且在香港 最近连麦当劳 也有沙律 我记得以前 麦当劳 有一段时间有沙律 但是一段时间就没有了 最近又有了 有时候 我都会去麦当劳 去吃些沙律 比较新鲜些 因为它始终流量快 所以不是去那些快餐店 大家有机会去选择性 找一些比较健康的食物 沙律为主要的基本食量 然后是蔬菜 然后是水果 然后我们尽量吃些豆科的食物 不要吃太多菊类 吃多些豆科的食物 例如辣椒 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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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豆 微豆 如果要吃菊类 不要吃白便粉 吃些全菊米 然后吃多些花芽菜 还有那些果仁 尤其腰果也好 巴西的果仁 和核桃果 这些都是对我们整体的身体 很有帮助的 漂亮的油 椰子油 和阿玛子油 这个要求我们 基本上 吃多些食物 另外一种我们补充的 可以吃多些 将那些好的菌 带回到身体的腸道 最简单 就是吃一些 好的 没有加糖的乳酪 有时候你去一些 漂亮的超市 都有机会买到 这些是有机的 是没有加糖的乳酪 除了这个 面糞 日本人的面糞 面糞 还有酸菜 酸菜 其实香港 不是那么容易见到 但是面糞 和娱乐 其实上很多地方都可以买到 还有就是 叶绿素的饮品 在我们的诊所里面 我差不多 包括我自己在内 我这么多年来 都喝了一个 我叫做 Powl 一种Green Barley Green Cocktail 是 包括什么呢 包括有一种 我们叫做 包括十几种 叶绿素的 营养素 包括小蜜草 大蜜草 这类的 然后我就会用油 用阿麻子油 椰子油 如果女性 就加上玉兼草油 然后我就用 Cear Seed 就是白耳子 有些叫黑耳子 白耳子 这个就是一个 对付三膏 还有一个很好的纤维 然后我就会用 杏仁奶 或者野奶 把它搅拌搅拌 这个就是我的早餐 就差不多 都几十年了 是 那我喝了这个 这个早餐 基本上我就是 一直可以 不饿 可以继续 一直工作到 下午三四点钟 喝少许下午茶 那这样 那就已经够了 那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所以喝食是很重要的 那当然了 好好的 喝多一些 就是好的 質素的水 是吧 是很重要 水就不是 就是飲品 不要只喝果汁 这些 果汁呢 是糖分很高的 就是尽量呢 都是喝清水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简单的 就是飲食方面 是打底先 嗯嗯嗯 那刚才也很强调 我们就是 吃多一些的生菜 就是蔬菜 生果那些 那有些什么的食物 我们应该要避一避 那当然了 最明显呢 就是摸菌中吃什么 摸菌中吃糖 是不是 所以甜品 那些糖分的东西 摸菌中吃那些 那些酵母那些 那些 那些 所以这些这样的 發酵果的面包 那些这样的食物 呢 尽量避一避 那重要呢 就是 減少那些 很甜的水果 尤其是果汁 就是不要吃果汁 是好好 当然自己家里炸 就比较好些 但是外面呢 很多的果汁呢 那些罐头 和瓶装 其实都不好的 那最近网上呢 就有人传了 一种十种食物之岩的食物 那第一是那个微精 那原来呢 那果汁呢 都是其中一个 好像排第七 那其中有 包括那个 包括那个 炒豆腐 那炒豆腐 那炒豆腐是香港人的小食 那那个 就是有七种 那我们那个 皮蛋 大家都知道 皮蛋用重金素 有可能有重金素的问题 那那个油条 那些炸的 那些鲜炸 那些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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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种的 这种的 所谓的 就是中国人常食的 资檐物质 其中呢 想不到呢 是那个 果汁 那些灌装 那些真是 就是不是针对 是自己新鲜炸的那些 新鲜炸呢 我觉得如果要喝呢 尽量喝点 是oe 蔬菜汁 比如芹菜 红萝卜 那再加一些苹果 就好过就这样纯饮果汁 因为始终果汁的糖分很高 如果你要吃水果 就这样吃整个水果 就好过就饮果汁 这些都是一种 我们大家在饮食方面 是要大家留意的 好 好了 大家一般人遇到这些问题 第一件事他会做什么呢 他不会是饮食过的 通常就是有些什么方法 可以搅拌脚 是的 你记不记得我们在生死期间 就常常强调什么呢 用什么用漂白水 是的 漂白水 是的 原来漂白水其实是氧化 一个养分水来的 如果真的要用漂白水 当然就是要吸气它 是吧 就是一对十 就是一杯 吸气十杯 那就浸它 浸它一会儿 不用浸很久 浸它几秒钟都可以 接着就抹干净它 就重复这样做 天天做 做几四个礼拜 但是另外一种 我们当时就说 不要用那么多漂白水 因为漂白水 就是在沙斯期间 大家用了太多 漂白水就会留在我们的去水道 走在我们的 就是影响我们的泪水池 就是泪水池的 这些很多污水排走之后 它不会就这样冲去海的 它都会经过处理的 那么发现太多这些这样的漂白水 是令到我们的 煮水地方 那些煮水的那些物料 是会消耗得很快的 所以我们当时也说呢 不如用我们基本用的那个商用水 当然了一般人 在香港人很可惜 受到传媒的污染 那么就认为 商水是有毒的 其实不是 商水是一个食物里面 加工里面 是漂白水是用的 白云猪手啊 那些这样的食物 漂白水通常都是用什么 用商水的 那么商水呢 也都用来消毒那些器皿 那些瓶啊 那么你不能用那些化学药 化学药去消毒之后 然后拿去清水有充的 有一段时间都做不清的 那么其实呢 我们在食物里面 食物那个制作业呢 就很多时候用商用水做漂白的 那么商用水其实是什么呢 是一种一种养分治疗来的嘛 那么所以呢 其实可以用商用水 来到滴落那个患部 或者浸一下那只脚 那么但当然了 如果问一般人呢 第一件事想到呢 就什么 用香氛油的什么 茶树油 是 那个Tea Tree Calandula这些方面 那么通常大部分人呢 第一线呢 都是会用这些这样的方法 来到处理那个脚的 有触弦的问题的 那么呢 那我们刚才呢 讲了那些成因啊 和一些的事情了 那么这次时间我们就差不多了 那么一会儿 那一会儿呢 我们继续回来 我们的自然疗法与你 今天的题目是 香港脚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healing.com.h 欢迎回来第二节 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题目 触弦 或者是多数人都认识的 叫香港脚 余姻先生 刚才我们听了很多的成因啊 那么在你的自然医疗里面 有一个针对性 对于处理这个香港脚 有什么方法呢 在那个香港脚 或者触弦的治疗 第一件事 我都会用那个茶树油 直接滴落那个环柱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工具 其实香港不是很多人认识的 就是另外一种的液体 也是树里面 提炎出来的一种树的油 我叫DMSO 大麦都受光了 DMSO在七年代 是曾经被禁过的 主要原因原来DMSO 对一些炎症腰背痛 是很有效的 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 通常当一个自然的工具被禁 通常代表什么呢 有效的 代表那样东西又便宜又正 威胁到药厂的利益 那些人呢就是缺乏那个腰部的正确的运动 那他就常常有一种腰痛的问题 什么都医不好他 就是差不多当时的医学上做用尽方法 那结果呢 就是DMSO呢 就帮到他的背脊痛 那 Governor Wallace 好像Governor Wallace 那他就其中一个呢 是 就是 将 推翻这个法例 这个被禁的 那将那些DMSO呢 就走回 就是 备复回 那些人开始有机会用得到 那但当然了 这个 这种工具又便宜又正呢 是 通常都没有什么人做的 没有什么人做的生意的 那但这个呢 是我们的诊所里面呢 我经常都会用这个的 尤其是那些 炎症 根基炎啊 那样的 那但呢 原来对那个 香港脚是一个 好好好好的 那我通常呢 就用DMSO 加上T-Tree 那这个是一个 茶的那我觉得效果呢 就比只是用那个 茶树油更好的 那另外一种香薰油呢 我叫Origanon 那叫牛脂油 那牛脂油呢 就有些人是口服的 那有时你可以买到 一些口服装的 那但也都有时呢 是可以丁剂呢 是可以局部服用的 那这个也是一个 就是抗毛菌 很好的工具来的 那 那还有一样呢 就是那个 那个 大蒜头 那蒜头呢 就是有些人用来吃的 就是老蒜 就是不好那些 那那些 那蒜头呢 那但是有些人 可以用来擦的 那我通常呢 我试过呢 就用蒜去擦那些 就是你擦那些 比如皮肤有油啊 有些鸡眼啊 那用蒜头呢 去扣下去呢 是会把它擦走的 那所以呢 蒜头是一个很厉害的 腐蜃性都挺高的 那但是都可以考虑用这个 可以内服或者可以外擦的 那还有一个工具呢 我们叫做是那个西柚子 那个植物 那个 Great Fruit Seed Extract 那这个通常呢 就是多种营养补充剂的 那有些市面上有不同的 的牌子份量 那你根据份量去形容都可以的了 那除此之外呢 有一种叫做Capridic Acid Capridic Acid不是那么常有的 那是一种安基酸来的 那很多时候呢 又是研究都报道发现呢 它对那个那个 那个抹菌很有用 好了 简单一点来说呢 相信大家人都会认识啦 西方的治疗呢 我有一种叫做什么 Akinesia 那个子椎花 和金印草 这两个是两个搭起来的 通常都搭起来的 那通常用了什么呢 想任何需要加强免疫功能 就用这两个搭起来 那通常都可以 就是可能是一个软状啊 那那最后呢 就是那个益菌啦 就是始终呢 那个内藏的不结 就是那个益菌的破坏呢 是导致那个脸珠菌增生 那我通常呢 就用一些大量的好的益菌 那我们公司有很多牌子的 那其中一个就是Probiotic 14 那就是成14种的 那其实我们身体的益菌 是成几百种的 那益菌也都不会怕多 因为它不会过量的 身体会自己处理得好的 那这个刚才我们都说过 用一些那个外茶的方法 那些东西这样 那一般性 除了那个针对性的 那还有一些简单一些的工具 大家都可以想 就是那个 那个 Calandula 那个 金盏花 金盏花 那这个一个就是一种控制 金盏花很好 对任何的伤口啊 一些东西 就算皮肤有问题啊 都可以用的 但是我从高医的学界 都觉得一个很搞笑的 因为清高医的药材 根本是老祖之的了 是无数书籍已经讲的了 好像今次重新 好像当新发现那样 那这个呢 也是一个 我们都经常用在 自然医生的工具的 因为呢 始终那个寄生虫这个问题呢 都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的 那所以清高呢 是一个其中一个常用啦 那除此之外啦 就大量的维他命C啦 大量的营养素啦 那都是一个非常之 可以就是 帮助这个的问题的 那跟着 还有没有一些的 方法可以介绍一下 那就是大家会 不少的是什么呢 就是同样的疗法咯 对不对 那在我们那个治疗 那个 所谓的 触使这个问题呢 我们发现呢 很多时候呢 是局部的 治疗已经 其实大部分都可以的 但是呢 当然啦 如果我们有 有足够的资料呢 是可以应用同样的 疗法呢 我们当然是 买下去啦 是 对不对 那好了 譬如情况 我有几种疗剂啦 譬如石墨 那石墨的阵营呢 就是皮肤呢 就会干啦 会裂啦 有时候呢 裂得来呢 就有一些少少 有厚厚黄黄的液体滲出来啦 那这种石墨的阵营啦 还有就是直辣 Silicia Silicia呢 通常那些人呢 是比较上呢 脚汗多的 就是脚汗很厉害的 那脚汗多得来呢 有时候呢 脚汗味很重啦 有时候令到那些皮都瘋了 这样 那这个呢 就是直的 Silicia 那我看到这种形态的脚呢 脚汗多啊 我都会想用一下 和疗剂啦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硫黄啦 硫黄就是通常的阵营呢 就是很痕啦 就是脚又很烫啦 很烧啦 这种这样的 就是香港脚的 那还有直辣啦 直辣呢 通常我用在一些 的情况就是 它那个 就是它有一种 就是毛菌的感染呢 是很久很久都不脱 那我们试过其他一些 实际所说的几个疗剂啦 都没什么效呢 那就可以用这个的 这个工具的 那好了 那除此之外呢 那我们会知道 平时那个 就是那只脚呢 就不要迫着它啦 是吧 就是多一些 就是凉爽的鞋啦 那甚至乎呢 就其实呢 就有时呢 是脚脚那样更好的 那脚脚呢 就把那只脚呢 接触那个地气 我再说一下 就是我们的 就是我们那个地球呢 其实有一个 有一个很好的能量在这里的 那中国人所谓的气啊 那我们现在的人呢 文明人呢 很多时候呢 就和我们的大地接触呢 就已经脱离得很厉害 尤其是我们平时生活啦 穿了一些鞋啦 通常是胶底的鞋啦 那或者我们的家呢 通常有地毡啦 有胶底的地毡啦 木的地板呢 那其实呢 和我们的地池场 那个池场呢 是隔绝了的 那其实呢 原来最近呢 引起有很多新的资料显示呢 其实文明人很多的慢性病 都是因为呢 我们和我们的地池 那个池场呢 地面那个能量呢 是隔绝了的 那所以呢 那大家不妨呢 试一下呢 多一点呢 就脱脚啦 脱脚去行路啊 尤其是去沙滩行啦 是那些 就是总之是有 就是接触到地下那些 是 那就去多一点 那这个呢 对你的整体健康都会好的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如果你的脚整体濕汗啦 那当然穿一些蜜呢 容易吸汗啦 那这个也是一个 就是很简单的方法 那正如我们 就是治癌医療里面呢 其实我们很多其他的 如果真的需要呢 我会用频率治疗啊 那个微循环治疗啊 那有些的 有一种叫做 就是我们的光疗的方法呢 其实都会有的 但是幸好呢 在我们过去经验呢 那个香港脚呢 其实呢 我刚才所讲的那些工具呢 其实大部分都有办法处在那里 嗯 那就不是那么难医的 那所以如果大家受了香港脚 困扰了很多很久啦 用那些其他方法 一直都搞不定呢 那当然啦 尽量呢 是试试一个自然的方法 嗯 好 OK 好 那今天呢 多谢袁医生和我们的分享 让我们了解多一点一个 就是香港人都很熟悉的一个问题 那又可以采用另一种的自然的方法呢 可以去处理啊 嗯 我们今天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电话 和袁医生回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回诊 可以email去 csatnaturalhealing.com.h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